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英国王室释出的最新女王动态 可以看到伊丽莎白女王正在和她的私人秘书一起观看她的白金庆典计划 因为英国王室将在6月初她的加冕周年纪念日时进行为期4天的庆祝活动 所以她和秘书检视的可能就是这一连串活动的细节 不过在这之前其实已经有大量来自英国民众和小朋友 既卡片和画作祝贺女王登基70年 其中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女王饲养的爱犬Candy 端坐在女王的书桌前女王也亲切的低头看着Candy 而且脸上带着满满笑容 根据英国媒体报道Candy是一只科技混蜡肠的混血狗 它也是女王目前饲养的三只爱犬当中年纪最大的一只 事实上从去年10月因为不明原因住院 而且被医生要求要多休息后 95岁的女王就很少在公众面前露面 不过在登基周年前几天 女王还是接连出现在镜头前 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厨也发表声明向母亲致敬 还说女王登基庆典是团结英国的绝佳机会 那么以上是目前最新消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